沉睡魔咒是一部融合的奇幻 冒险和浪漫元素的电影 由迪士尼制作 月2014年上映 这部电影改编至著名童话睡美人的故事 但是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和创意 并且加入了现代元素 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 影片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名叫艾莉娃娃的女孩 她被邪恶女巫马菲亚施展的诅咒 沉睡一百年 为了拯救艾莉 三位神仙下凡 保护她不受邪恶势力的伤害 她发现自己是公主 并且意识到自己必须和邪恶女巫进行决战 保护王国和民众 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非常出色 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是精美的服装设计和场景设置 许多场景都充满了童话风格的元素 例如红尾的城堡 迷人的森林和神秘的湖泊 此外 电影的音乐也非常优美 由知名作曲家贾可布 迪克西·Zachabi Dickson和克利夫顿 戴维斯·克利夫·Divers创作 营造出了恢弘 神秘和浪漫的氛围 影片的故事情节充满了 动人的情感和感人的时刻 观众可以感受到 爱丽和其他角色之间的情感连结 并且深入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 整部电影通过一系列的冒险和挑战 向观众传达了勇气 希望和爱的重要性 这也是这部电影广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总之 《沉睡魔咒》是一部拥有丰富元素 和深刻内涵的电影 它的视觉效果和音乐都非常出色 它的故事情节也非常动人和感人 这部 《沉睡魔咒》是一部拥有丰富的